大家好,我是世界健身教育訓練官 民意教官 這一集會比較適合他練了一段時間 有肌底、有一定肌肉量的人 這個時候他來修行狀 這樣會比較有這個效果 如果你還沒有練到一定程度的 建議各位先不要考慮太窄或是太寬的握法 基本上以正常的90度推、90度拉 正常握去 然後這樣的話去做為主要的訓練方向會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要分不同角度去訓練它呢? 或者是握去這樣子 因為我們需要讓我們的肌肉 在張力之下去做訓練它才有效果 但是呢 目前是沒有一個器材 還是可以讓你在一個動作之內就把所有角度 形成 然後都保持它全程有張力 所以才會衍生出 需要不同的握具 或者是不同的握法 來讓這個肌肉 在這個行程能夠全部有張力 然後全部被訓練到 我們舉例胸大肌 胸大肌從胸骨柄 然後長到我的公骨 那我們假設用寬的握具在做握推 這個胸大肌啊 這麼長一條肌肉 這個時候就外側的張力 特別有張力 因為這個時候它張力最好 那這邊張力最好的 它訓練效果最好 內側中半段跟內側 它張力不多 效果就不好 雖然是同一條肌肉 這個時候怎麼樣訓練到 它的中內側 我們要改成比較窄的 載握握推 這個時候它推上去之後 還可以再走一個行程 比較中後半段 這個時候 它的中內側張力就變多 所以你可以自己摸自己的胸大肌 這個時候變得更有張力 這個效果就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單純 只想要強調內側更多一點 那我們就再做什麼 一個胸飛鳥 這個時候它會把行程再走進來一點 這個時候內側就會更多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自己 用你的手指頭去摸你的胸大肌 只做這樣子 跟做這樣子 跟做這樣子 它的肌肉張力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要讓肌肉被訓練到 它必須要在張力下 然後持續一段刺激跟時間 這是重點 所以呢 你必須要讓這裡也有張力 這個效果才會出 所以才會有延伸很多不同的 行程跟握法 第一個 都還是以最多 就是最多肌肉參與的大重量 中間行程 比如說90度握推開始 這個時候 它行程可能不是最大的 但是它可以參與更多肌肉 然後呢 通常我們還是會先以這個 先為基底去做握推 做完之後呢 才會去做 要補形狀的 比如說做胸飛鳥 上胸 這個時候 我們的流程 大致上 也會有注意到這個部分 讓這個肌肉 能夠全程被訓練到 但是呢 一個重點是要先顧到就是 先有強度刺激 再來修形狀 好 那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那我們這個肌肉 不管你要訓練它的功能 形狀 肌力 或者是肌耐力 它只要這個張力不在 或是非常小的張力 那效果就非常差 所以你要先讓它有張力 再考量到你要訓練是 哪一種功能 然後呢 再在強度上去做不同的調整這樣子 假設我在做所謂的力量動作 20公斤放在手上面 是不是身體要有力量去抵抗20公斤 那你不是用肌肉抵抗20公斤 那就是肌肉外一些 譬如說骨頭心肌扔蛋 在支撐20公斤 也就是說 當你肌肉沒張力的時候 那這個力量 20公斤還在手上 就變成是 非肌肉外在做支撐 那這樣對你的關節 對你的一些軟組織 可能是一個 髒損的風險 所以呢 保持全程肌肉有張力 也可以減少你的傷損 也可以大大提升你的訓練效果 OK 所以你要提醒你 全程保持肌肉張力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裡了 OK 拜拜 接下來我做三個動作 來針對我的臀部的訓練 讓各位去猜一下 哪一個針對它最長 在中間 或是最短 然後訓練一個 比較有效果的動作方式 好 那就讓各位去猜一下 然後甚至有空也可以留言一下 討論一下